拿来摇一摇 嫩叶里面摇一摇 然后附在那个直鞋里面 蜜蜂钉的时候 通常我们老人家就会去拿那个 姑婆液啊 它那个脂涂一涂 谈到天然的医药箱药方有哪些 族人们如属家政般 滔滔不绝地长起来 未来原住民族药用植物 将透过原住民族传统医疗知识 附证计划 有效保存和推广 外伤的用药非常非常的多 工作的时候流血怎么办 三个 每一组都用三个 可能认骚 把它绝水 把它拿来止血等等 我们去做这个生物制 其实是无非就是希望说 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传统的知识 过去因为族群文化差异 许多人会以迷信等负面字眼 看待原住民族传统医疗仪式 或是以现代科学框架 驻传统医疗 却反倒忽略了其中各族的乌医 治病文化知识 以及心理层面上的支持 是如何维系住整个族群的社会组织 应该用更宽广的视野 来去看待这一块 就是汉人的朋友 也透过长期的观伴 跟研究 用正面跟比较实在的评价 有关原住民传统医疗 跟正确的观念 要不然独特的文化消失之后 怎么办 有没有办法把现代医学方 传统医疗这个做准备 藉由整合传统知识与现代研究 将原住民族传统医疗资源 妥善保存起来 或许还能提升种植相关职物的 附加价值加以应用 原市新闻喜顾港湾台北市采访报道 同一场战传统医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